欢迎大家收看电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埃隆、马斯克的特斯拉最后通牒毫无意义 污染和土地抢夺 报告概述了印度尼西亚实现电动汽车梦想的代价 特斯拉在中国降价后削减了德国的Model Y价格 电动汽车车主面对严酷的敌人寒冷天气 我们正在招聘一名科技通讯员 请大家收看 埃隆、马斯克的特斯拉最后通牒毫无意义 彭博社 埃隆、马斯克要求在特斯拉拥有25%的投票权 并威胁说如果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就会在公司外部建立产品 这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要求而提出的论点是可疑的 马斯克声称他希望在特斯拉拥有足够的投票权来发挥影响力 但又不至于无法被推翻 然而 特斯拉的设计师和工程师在说服马斯克批准项目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表明 他已经对公司有着重大的影响力 马斯克还暗示可疑的利益可能接管特斯拉 但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污染和土地抢夺 报告概述了印度尼西亚实现电动汽车梦响的代价 南华早报 气候权力国际组织CRI给一份新报告指责中国资助的印尼马鲁谷省涅工业园区对当地原住民造成了重大环境破坏和生存威胁 该报告还声称 位于马鲁谷哈尔马赫拉的印尼维达湾工业园区IWIP与印尼警方合作 通过土地抢夺 胁迫和恐吓原住民来保护一些涅矿工人的利益 CRI的报告 再次将中国资助的印尼涅项目置于聚光灯下 活动人士和工人工会对安全问题提出了关切 此前发生了一系列致命事故 IWIP是由中国不锈钢巨头青山、华油谷业和正式控股于2018年建立的价值110亿美元的涅矿裁选加工综合体 特斯拉在中国降价后,削减了德国的Model Y价格 加拿大环球邮报 特斯拉在德国降低了Model Y汽车的价格 此前,该公司在德国的电动汽车销量被大众汽车超越 Model Y长续航版和Model Y性能版的价格分别降低了5000欧元 约合5434美元和55990欧元 Model Y后驱版的价格也降低了1900欧元 去年,大众汽车超过特斯拉成为德国最大的电动汽车销售商 市场份额为13.5% 而特斯拉为12.1% 德国的价格降低是继特斯拉在中国采取类似举措之后的右翼举动 电动汽车车主面对严酷的敌人 寒冷天气 纽约时报 美国和加拿大的电动汽车 一例车主正面临续航焦虑 因为寒冷的天气会耗尽电池并减少行驶里程 特斯拉告诉用户保持电量在20%以上 以减少寒冷天气的影响 在芝加哥,优布司机贾维德、斯宾塞、Jaubert Spencer 发现他的雪佛兰Bold电池在剩余30英里行驶里程后耗尽 充电电池通常需要一个小时 但这次却花了5个小时 在芝加哥,气温下降到零下 使得电动汽车充电站成为绝望的场景 在美国和加拿大 寒冷的天气和降雪预计将持续到本周末 挪威几乎四分之一的车辆都是电动汽车 由于大多数人住在独立房屋并拥有自己的充电站 所以充电问题较少 新款车型在寒冷天气下更加高效 但如果有充电基础设施 电动汽车车主就不会太担心效率下降 我们正在招聘一名科技通讯员 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正在寻求聘请一位科技作家 最好是在伦敦 涵盖人工智能 生物技术和太空等主题 作者将负责塑造出版物对新技术 及其对社会 商业和经济的影响的思考 理想的候选人应该对新技术 有专业的理解 能够清晰有趣的写作 并能够深入研究和解释最新的科学研究 作者也可能出现在播客 电影和经济学人活动中 申请人应在2月24日之前提交简历和适合在经济学人上发表的文章范文 相关报道的例子包括人工智能模型 太阳能地球工程和生物体工程 以下是格林贝市地区周二的高中体育比赛结果 雅虎 阿什瓦伯农女子篮球队 在周二的比赛中以每半场6分的优势 以52比40击败了格林贝西南队 贝拉 道尔以12分领导了美洲虎队 乔丹 惠特斯 增加了11分 吉安娜 瓜拉西奥得到了10分 亚利克斯 西乌金斯基 以14分领导了西南队 在男子篮球比赛中 杰克逊 西姆斯和德鲁托马谢克都得到了15分 带领阿什瓦伯农以89比22击败了格林贝西南队 美洲虎队有14名球员在比赛中得分 特斯拉Model 3升级评测 更具动感和可用性 但控制仍然令人沮丧 英国每日电讯 特斯拉Model 3进行了中期改款 2024款车型进行了一系列的更新和改进 车样的外观有所改变 前部更具空气动力学设计 前脸进行了修正 内饰配备了后排乘客触摸屏 和带有触觉开关的新方向盘 用于指示灯 雨刷和大灯闪烁 车辆的悬挂和操控性能得到了改善 使其在道路上更加舒适和出色 然而 该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包括控制和软件 操作复杂 以及缺乏先进的驾驶辅助功能 Model 3基本型的起价为 39990英镑 而在这里测试的长续航双电机型的起价为 49990英镑 总体而言 Model 3是电动汽车市场上一个可靠的竞争对手 但在购买之前还有其他选择需要考虑 比亚迪计划投资140亿美元发展智能汽车 以与竞争对手保持竞争力 南华早报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将投资140亿美元开发智能汽车 因为他相信智能新能源汽车将成为该行业的下一个战场 比亚迪在2020年第四季度超过特斯拉 成为全球最大的纯电动汽车制造商 目前正在专注于自动驾驶和语音识别 已赶上竞争对手 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公司拥有超过9万名员工 正在积极开发相关技术 去年4月发布了其DSUS智能车身控制系统 而车外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能否给麦凯伦带来所需的震撼 加拿大环球邮报 麦凯伦 而车外是该公司的第一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超级跑车 已收到环球邮报的评论 该出版物指出 虽然而车在技术上令人印象深刻 并且价格是法拉利和兰博基尼无法比拟的 但它缺乏该品牌粉丝所期望的超级跑车炫耀 评论家指出 而车感觉很奇怪的正常 并且它没有像伟大的超级跑车那样让他们心跳加速 他们还提到而车的造型还不错 但不如一些竞争对手好看 评论者最后指出 麦凯伦汽车公司度过了艰难的几年 英国脱欧 大流行和芯片短缺 都给该品牌带来了问题 然而 他们认为 该公司最终将能够将 Archura打造成一辆 让人们想要重新抵押房屋的汽车 Ola Electric 将在印度首次电动车上市中 寻求两轮车 IPO 金融时报 印度电动滑板车公司 Ola Electric 计划上市 预计将成为过去两年 该国规模最大的IPO之一 Ola Electric 是叫车应用Ola Caps的电动车辆部门 由Bawai Sugarwall共同创立 预计这次 IPO将筹集550亿卢比 6.61亿美元 所得资金将用于建设电池工厂 资助研发 并偿还债务 尽管有这次IPOOla Electric 仍面临一些挑战 包括初创企业市场兴趣不高 人工流动率高 来自老牌制造商的竞争家具 以及政府补贴的减少 预计会降低电动滑板车 对消费者的吸引力 此外 该公司还面临顾客 对交付延迟和售后服务问题的投诉 Ola Electric 在印度的电动滑板车市场 虽然规模较小 但正在增长 但它正面临来自本田和印度 老牌汽车制造商 如Hero和Barjage的竞争 泡沫恐慌 使得资金从七大基金中流出 金融时报 投资者越来越寻求 美国科技巨头公司以外的替代选择 以减少集中风险 尽管等权重复制标普500指数的基金 去年表现不佳 但其吸金创下记录 根据标普道琼斯指数的数据 截至去年11月底 该指数中排名前十的公司 占比达到32.8% 而年初为25.5% 这一增长是由苹果 亚马逊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Meta 微软 英伟达和特斯拉持续增长推动的 他们去年市值增加了5.4万亿美元 投资者对他们的主导地位变得谨慎 并寻求重新引入多样化投资组合的方法 因此 Invesco标普500等权重ETFRSP 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 见到这辆救援车正在街上搜寻 帮助那些电动汽车驾驶员 因电量耗尽而困在路上的人 澳洲 ABC 保险公司 ABC正在澳大利亚珀斯进行一项试点 运营一辆电池补电车 旨在鼓励电动汽车EV的拥有 该车配备了一台移动充电器 可以在20分钟内位困在路上的EV驾驶员 提供15公里的续航里程 ABC希望这项试点 能够增强现有和潜在EV车主的信心 这项试点 是在澳大利亚EV销量 从2022年的汽车市场份额的3.1% 增长到2023年的7.2%之后进行的 西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全州范围内建设一个EV充电网络 以缓解EV车主的续航焦虑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在六度简报中的观察员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关特斯拉 电动汽车和科技行业的新闻 首先我们谈到了特斯拉的最后通牒 埃隆 马斯克要求在特斯拉拥有25%的投票权 并威胁说如果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就会在公司外部建立产品 但是这一要求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马斯克对特斯拉已经有着重大的影响力 此外我们也谈到了特斯拉在中国和德国降价的消息 这是为了应对大众汽车的竞争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印尼实现电动汽车梦想所付出的代价 一份新报告指责中国资助的印尼涅工业园区 对当地原住民造成了环境破坏和生存威胁 这一报告再次将中国资助的印尼涅项目置于聚光灯下 并引起了活动家和工人工会的关注 然后我们谈到了电动汽车在寒冷天气下的问题 美国和加拿大的电动汽车车主 在寒冷的天气中面临着节能焦虑 因为寒冷的天气会耗尽电池并减少行驶里程 这对于电动汽车车主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特斯拉建议用户保持电量在20%以上 以减少寒冷天气的影响 我们还谈到了一些科技行业的新闻 包括经济学人正在招聘一名科技通讯员 比亚迪计划投资发展智能汽车 Oyelectric在印度计划上市 以及投资者寻求美国科技巨头公司以外的投资选择 最后我们也谈到了一些有趣的体育比赛结果 以及特斯拉Model 3的升级评测 这些新闻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有趣的信息和观点 特斯拉的动态总是引人注目 而电动汽车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面临着各自的挑战 科技行业的发展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我们期待着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请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一起讨论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